欢迎回到校尾谭君寺 我是RCA 所以欢迎来到施校尾学生 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校尾谭君寺 校尾会员感谢您对我们频道这个持续的帮助 以及对我们的持续的关注 让我们真的能走得更远看得更广 非会员您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还是要麻烦您给我们节目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最重要的广告出来说短广告 帮我们看完长广告 请帮我们看30秒之后按下一个广告 让我们真的能够让您的点阅 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点阅 看了30秒以上 YouTube才会认为你是个有效点阅 然后才会把它统计进去 然后呢我们最后的量 那个看的这个次数够多 YouTube才会赏我们点小小的这个炸猛肉给我们吃 像我哥把这个YouTube的机制讲得很清楚 那也让大家知道炸猛肉的由来啊 OK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很 这个我们很想要的机制 然后我们台湾军方一直很想要的东西 那也其实对我们的这个 整个防御战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就是Link22 小小哥其实国防部已经在立法院正式的证实了 我们其实已经 美方希望能够把我们也纳入Link22 而且NATO的30个国家也都已经同意了 所以呢台湾已经可以获得的Link22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那小小哥当然是我们不管这个Link16啊 或者是Link22啊 大家只有听着Li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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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Link什么其实很难听懂啦 所以这里呢要请小小哥哥来帮我们做个事宜 到底这个Link 不管是16或是什么 它到底是在Link什么东西 DLink DataLink 它DataLink很大一个部分 也就牵涉到你的这个资料的上传跟下载 那怎么样就说能够达到那个上传跟下载 当然最早那个我们的DataLink发展 有什么Link4 Link4A Link11 然后Link16 然后Link22 那这中间这个发展过程呢 当然其实它每一个那个Link 它传输的这种模式它不一样 Link4A它其实最早就有点像是 船对船之间做DataLink 然后甚至于飞机跟飞机间做DataLink 大概也是用类似的这样的方式 但是呢 它本身的特色是它能够分享的范围 也不会无限大 那可能就是必须要在一定这个距离以内 有点像是怎么讲 你今天这样讲的话 如果大家一听就懂 就有点像是 那个你苹果 如果你每两个苹果手机 然后你开那个热点对不对 对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你的东西 卡到另外一个苹果手机 Airdrop 对Airdrop Airdrop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一个Link4 能量一个概念 只是当然真正的在战场上这个Link4 它这个Airdrop的距离又更长 但是也没有大到这个那个后面 如后面那个Link11那种距离 所以你说后来到就变说 其实像你看的Airdrop 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于 我们的F16战机上 那个彼此之间也都有 只要那个DataLink可以打开 它就有具备这个Airdrop的这样的功能 所以有时候国外有一个讯息 说什么两架飞得很近的 这样一个民航机对不对 然后这个可能相距大概一两千尺 这个上面的这个 下面的飞员拍到上面飞机 还真正就把他的照片Airdrop 给上面那辆飞机 但是我当然你说实际上来讲 有没有这么省 能够到这个距离 差不多至少有1000多英尺这样的距离 你这个Airdrop 能不能Drop的过去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其实就是一个Link4的一个概念 然后另外我们刚刚讲Link11就变成说 因为你的这个作战范围变大 譬如说以这个军舰来说 军舰要跟出去 在那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里面 对不对 帮你做那个CAP的这些战机 你如何让你们之间 能够产生一个DataLink 就是说战机看到你会知道 你看到东西战机会知道 这个时候就要靠一个DataLink 这样一个天线把它建立起来 即就Link11 那他Link11和Link4 那个加重起来后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到 那既然我又可以 用这个Airdrop的这样的方式 对不对 那个让我的邮件 我的邮机 都能够分享我的资讯 那我又可以跟远端的军舰 或远端的飞机 分享到他看到的或什么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了跟我看到 Link11分享以后 我再透过Link4 分享给我的邮机 那后面其实如果 这些通讯的能力都加强 都变大 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 哦 所有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有一个系统里面 我Login进去以后 我们大家都可能能够看到一个东西 简单 而言之 就是能够建立一个叫 共同战场图像 Link16其实他最初步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那也就是说 Link16他的这个概念呢 他呢就是有点像是把Airdrop 跟Link11的相结合以后 那这时候 他其实呢 会产生一个环状的链路 那个环状链路怎么产生呢 其实当然也是要通过 透过那个Transmitter 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呃 传输器 就是资料传输器 也就是那个 呃 讯号分享器 那这时候你如果说 你今天你这个系统里面 你这时候其实打开 他你那个Link16 你要Login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你 User 还有密码 他会要你的账户跟密码 然后当你的这个账户密码 都输进去以后呢 其实某种程度来讲 就像是玩那个电脑连线游戏 去那个共同 那个去那个共同打怪 就很像是Wallcraft的那种东西 那样的概念 你要跟 线上的玩家 那些线上的玩家 Login之后 对不对 那其实你们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他看到了 他就可以看到你看到 当然某种程度来讲 就有些人用这个开图来做比方 也不能说算错 但是啊 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透过这个Link16 它本身其实是 就是说 当你所有的那个玩家 就是你所有的那个 那个对你来说是你Friendly 是你的友军 都Login这个 那个无线网路系统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 那个你的这个 那个传输器 就会把你们 自动把它编成一个环状的粒乳 它连乳 它是有顺序的哦 它只有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 五号六号 然后呢 它其实呢 就会把一号资讯 用一个脉冲的方式呢 去 DONG 传一圈 一传二 二传三传四 Login一圈 当然 这个速度其实很快 我们这样 在讲的过程中 我讲一传二传三传四 四传五传六 这样的过程里面 其实在电脑的脉冲里面 你不知道跑几次了 对吧 已经跑几千几万次 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就变成说 我今天我只要 Login这个系统里面 搞不好我们两个距离 两三百公里 但是我可以看到 你看到东西 你也可以看到 我看到的东西 当然 那个16还是有 它本身实际的 这样的限制 因为它发展的很早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通讯的频宽 跟通讯的那个 像我们讲的 至少未源数 对不对 都会受到限制 所以最早 它的这个限制数量 应该是128个左右 所以就是说 你每次传输 在网路上跑的这些资料 你把一些重要讯息放进去 那相对来讲 你别人能够再放进去 或者别人能够 那个处理的这个数量 那个数量 它本身是一个固定的数字 所以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其实后来 美国人也发现了 第一 Link 16有一些问题 譬如说 跟一些国外的系统不相容 但是对不起啊 美国卖武器出去啊 用Link 16这些国家也很多啊 每个国家不见得 通通都是采用你的这个 美规系统啊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 好所以慢慢的这个就孕育出了好 就是大概从西元2000年以后开始 美军大概就认为好 就其实大概好 我们讲2000年以后 2002、2003、2004年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在发展好 这种武器 大家都有共同战场图像 这个需求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的资料链 要如何能够把大家的东西 通通吃进来 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不对 是 而且哦 这些盟国里面虽然说 公英语也会通啦 可是其实他们很多国家哦 这母语就不见得是 是英语哦 那其实他们在语法跟语境上面哦 哎 其实沟通起来就不太像哦 这个哦 德文专家校尾哥就可以讲一下 哈哈哈哈 对的确是 像比如说哦 一个德文剧子里面 动词用力摆在第二位 英文不一定啊 对不对 好 这其实我跟你讲 你就会发现哦 那其实在电脑语言这个编定上来讲 不同国家所做出来的 或者说他的哦 原先在做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原始码里面 或者说是哦 你这个需要再上传分享这种可能就不尽相同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新的哦 这个网络的那个就 Data Link 的这个需求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新的Data Link 就有点某种程度来说 就像是哦 各国之间的重新弄个新的M那个 1553那个Data Bus 就是我所有东西放进来 大家都要能够吃才行嘛 不然的话你说怎么进行啊 共同战场图像呢 是 所以呢当然 眼镜的结果就是哦 那从Link 16就升级到Link 22 第一哦 你Link 16发展时间很早 其实Link 16那个发展时间大概是在 上个世界90年代 嗯 那个电脑可能还是8位元那个时代 但到了Link 22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概至少也 我印象中 如果你2003年左右弄的话 大概也已经进不到16位元了嘛 当然你说离现在这个32位元可能 或64位元可能又还有一段路 但是哦 大家也不要想说啊 你这个那个 那个Data Link怎么跑那么慢 大家也还是不要忘了 基本上军用的这种东西哦 他不见得要最快或是最强 但他一定要稳定哦 不要会被人家干那个干扰 或那个 或是那种截取 就是高可信度 对 要那个 very 那个 aliable 对 像譬如说 啊 大家今天 我跟你讲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看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你可能真的很难想像是 哈勃太空外眼镜还在用嘛 对不对 对 他的CPU是一颗486的 是 是一颗486的CPU 是 486 我讲486三个四 搞不好有些我们的观众都已经不知道 诶 486是什么挖钩 是什么暗语吗 是是是 各位观众 你都不要小看你手上的手机哦 嗯 我们手上每个人现在拿的手机的那个 运算能力都已经比当年哦 这个 阿波罗计划的这个 射 射火箭去登陆月球来得更强大了 是整个NASA的电脑哦 对对对 你现在一只手机就比当初整个NASA电脑都要更强 还要厉害啊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 科技的这个进步日新月异 所以我们刚讲就是说 但是我们刚讲就是 那个 那个 哈勃上面都还装486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已经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那个486 可以在这个恶劣环境下 太空嘛 零下 零下不知道多少度啊 如果你晒到太阳 一下变成150几度 那个两三百度 然后降到黑暗面呢 可能就 当然你说你这个CPU一定包在里面 不可能会被太阳直射 或者直接跟接触到那个宇宙温度的啦 对不对 但是他也还是要在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环境下 才能够 运作才行 而且呢 这个这个 这个芯片你想想看 那哈勃这个CPU的这个芯片坏了 你要去把它换一个新的 哈哈哈哈 被弄 哇哈哈 对啊 没有办法 太空梭都没了 怎么换哪 是是是 我记得他们上次换Penton 换那个Penton486的时候 那时候太空梭还在飞啊 现在还有太空梭嘛 对不对 好 OK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基本上来讲 这些都是有关的啦 所以好 那这时候你说从Link时候升级到Link22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欧洲还有很多国家发展的各自的系统嘛 那这些系统不见得是好 你这个美规或者美军开发Link16的时候呢 通通吃得下来的系统嘛 所以那这时候就必须要重新建立一个 盟国共通语言 最重要就是盟国重新开发这套战术资料链呢 就是要法国的武器也要吃 英国的武器也要吃 MPDA的飞弹也要吃 然后这个Konisberg的这个东西也要吃 然后甚至以前那些东欧国家也有一些独门的这些东西呢 你通通都要吃 这北约会员国里面有的这些东西 你基本上都要能够整合进去嘛 30个各位观众 30个国家哦 对当然当然我相信不是所有的系统百分之百 你一定会考虑说 啊这个以前像比如东欧国家很多 啊这以前二式系统对不起就算了 对不对太老就算了 如果还有人还在飞米格23的话 大概不会有人把米格23还考虑进去 我是这个意思啊 不见得说今天真的还有人在飞米格23 但是好像比如说米格29 那可能考那个整合进去还有点 还有点这个现实性 但是说不定那过个几年 你可能他们就搞不好升级的时候 就认为连米格29都不需要考虑 我这是一个可能性对不对 好所以这就变成说你所有的这个系统 都能吃才行嘛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升级到那个 Link22 Link22当然第一 它的架构本身就比原先Link16要更快 你毕竟是不同位元的时代 你这位元进步的那个速度就快很多 同样的你资料的传输的能力也就大了很多 那另外 我们刚刚讲 就随着大家载台的这个那个更为分散 那你只要能够login他的在他那个 通讯范围里面 login进去 然后也就是你进到这个机器 被他那个编码编到一个位置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他在整个脉冲的过程中会经过你 那这时候大家可能彼此距离十万八千里远 就当然不是真的十万八千里远 距离很远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你过去 你都你的看得到东西就会丢到这个Link上面去 然后呢这个Link他同样就跑到那个下面的时候呢 那最早那个Link16他本身呢 他其实其实Link16他并不是说真的 我今天我看到这个图直接就传给你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直接就开图啊 他这个过程是有点复杂 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上面我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我会把它转化成一个code 就是内码 然后透过这个通讯呢这个脉冲传给你 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在你的图上 比如说你的这个雷达显示这么大 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状况 我今天传给你都搞不好在你雷达范围接收范围之外 但是对不起 你呢还是可以跳 那靠你调整你的那个战场图像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讲到那个综合状况显示板 你可以调它的这个大小这个情况 你还是可以看到它 所以就变成说虽然大家彼此分离的很远 但你只要你的那个zoom out的距离够 对比那个那个你的那个其他的这个用户端 看到东西你还是看得到 那当然如果你看到那个地方有问题 像比如说大家共同来处理这个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视野对 zoom in 到那个地方去 那这个时候你zoom in 进去 那你就可以去协助它 甚至于你有的武器 你有的武器能够达到的话 你也可以在战场上进行奋你的力量 如果你距离太远 你的所有的毛都够不到人家就算了 但如果你的距离 还让你的毛能够帮得上忙的话 这时候你就可以共同处理 那个共同的这个状况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Link 22 他从Link 11为基础来发展 一直到现在 其实他真的在处理 所谓刚才我讲的 共战场共同图像的因子 对那当然有很多名嘴 为了要让大家听懂 就说用开图这样一个字 那不过刚才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因为用图形的传播 是不可能有很大量 而且有很大多的这个终端 不可能 所以他一定是传扣 对那他就把这个传扣的方式呢 传给每一个可以登录的 user 对那每一个user 就自己用自己的任务电脑 或是自己的设备来把这个图像 在自己的设备里面打开 对那各位这个就是他的运作原理哦 这是整个Link 22到目前的运作原理 那也因为这个Link 22的从2000年出到现在的发展 他将继续快20年了 对 20年的发展 那这20年的发展来说呢 他已经让他更完备了 那这次呢可以说 对我们国际来说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升级 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同会座来说 也真的是一个加分的好消息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继续跟我们精彩的讲解 我想这个非常深入简注的讲解 给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 应该都可以在里面学到东西 那也非常谢谢 各位会员跟各位观众的参与 好感谢各位观众持续追踪跟观赏 我们的校园团队是什么 像校园会员真的感谢您对我们频道实质帮助 那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远跟看得更广 非会员还是要麻烦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每次也那个不厌其烦的 跟各位强调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帮忙的 然后那个甚至呢 那广告出来的时候 短广告帮我们看完 长广告帮我们看30秒之后再按下略过 真的这样才能够让你的这一次的这个 那个点阅次数呢 成为一个有效点阅次数 因为为什么 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都会发现 看到一半怎么搞的 YouTube插广告进来了 对不对 你把他这个一下跳掉的话 那对不起 你的点阅就没有用 你的点阅就没有用 真的真的 所以你要就要点阅下去之后 那个然后短广告看完 长广告看30秒 成为一个有效次数之后呢 这个时候 YouTube跟这些广告商收的钱 就分你一点点炸猛肉给你吃吃啦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帮我们分享订阅按铃铛 打点名嘴我们下次见